又有公家观光景点的设施损坏 引发安全上的疑虑 这是民众投诉基隆海科馆的探索广广场 木制路面站板还有多项的设施都损坏了 甚至就连监视器也掉了下来失去功能 不但如此 艺人蒋伟文也曾经被栏杆上面的玻璃纤维给刺伤 处处危机四伏 目前官方已经全面管制进行整修 要避免更多的游客不小心误入受伤 木制的扑面站板多处毁损翘起 没走几步就有一个破洞 甚至还有钉子凸起 很可能因此跌倒处处危机四伏 但更危险的还不止这样 这小朋友如果身高大概落到120公分的话 他其实头甚至如果来的话不小心敲到 他都有可能会智商的一个状况 扶手破裂露出尖锐断面 如果孩童撞到后果不堪设想 位在基隆海科馆的探索馆广场被民众投诉 站板像波浪般隆起 整个扑面破烂不堪 就连监视器也掉落失去功能 却迟迟不见改善 儿童或者是说对成人来讲 在这地方可能在游玩或散步的时候 都会进行产生所谓的公安的一个疑虑 就连艺人江伟文也曾在这里 被栏杆上的玻璃纤维刺伤 公家的观光景点安全令人堪忧 目前现场已经拉起封锁线 避免民众进入发生意外 海科馆也期盼在夏日观光季以前 全面整修完毕提供更安全的游玩环境 记者蔡志恒 吉隆报道